直播一根李佳琪过去一次在直播时 误触敏感的政治课题而消失了一段时间 也想到他付出之后 近日又卷入了食言风波 先前他介绍美妆商品时 有网友留言投诉商品涨价 遭到他当场回呛 这么多年了薪水还没涨 甚至没有认真工作 一番发言遭到网友踏发微博粉丝数量 也瞬间蒸发了过百万人 人气恐怕跌落生态 舆论不断发酵后 李佳琪在直播间哭着道歉 心已超过440万人观看 他也承诺接下来会深刻反省 也感谢大众批评和监督 然而他道歉很完 就继续在直播间推销商品 让不少网友傻眼表示 这个演技不去当演员 真的太可惜了 因此不少人认为他道歉 不是意识到自己犯错 而是因为双十一快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